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带腾的竹散到底是全民的还是带腾的 这在中午没工 看法没工当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我们有为13年开始从台湾的文化主宣相关的新闻来做一个经历 稍然我们就先来看一段压片 是民国文明盖的过去也有发生过 这四五年前也发生过 北地有让判施 然后又判断 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 尤其是警察局跟消防局要把这个真凶给揪出来 这个古建筑能够好好的保护 这个只有是否有战定古蹟其实还不够 当然应该要为在此呼吁这个所有权能 譬如台唐这个台唐公司 虎伟堂场 以及跟我们县府以及在地关心文化资产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关心文化资产 因为都是因为租金的关系 而且你老乘客不是说随便可以猜的啊 所以说可能那个要适用的人可能就有比较少一点 这些宿舍区 总共有差不多三家庭 都已经有四十八间的老旧宿舍 经过这段时间的天災地变 现在只剩十二间而已 这里面有六星计划 包括我们的转运站 还有我们的民主路打通的这条旅园道 还有我们的观光工厂厂区 还有文创的文创厂区 还有我们的饭店还有民宿 还有大众公园 大概这是六种 就是我们其实六星旗舰计划 围墙能够打掉 就是跟社稷能够结合 让这些百姓能够进来 购物 消费 休闲 旅游都可以 原因我们要清出来才知道 所以也不能说是什么方式 哪个方向我们没办法这样子来做计策 是三十年一夜盖的 它面积是 它是一栋两户 它一栋整个面积是九十八平 对 荡义台湯 回顺骨鸡 回顺骨鸡 它是代表国家 国营事业 拜托破坏文化骨鸡 这重重回顺国家形象 其实说起来台湯的 自然外国的感觉 多久都在进行当中 只是每次说要大 有更大的计划在进行的时候 对对着火災 对着火災的时候 管府就会采取我们的紧急措施 你的微卸定骨鸡 要保护起来 但是保护后 就变成一个 不可以的东西就在那里 像我们刚才说的 救护的时候 放十年跟当年又是同样 但这个部分 我们首先要先来 请教我们的文化处 因为目前我们看起来 台湯跟关火的地方就是不一樣 但是相公 厚书到底要怎么来找一个 我们刚才说到的 我们找一个沟通平台 是不是建立一个沟通平台 相公有什么事情 就是来讨论 来进行沟通 这样 可以让厚书的工资 顺利进行 那来请教我们的口中 是 主持人好 这边还是先我要澄清的是 指定古蹟历史建筑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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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活用在 它有活化在利用 它是有弹性的 就是像我们 好买的合同听设 它是历史建筑 不过它现在是 成品到星巴克的进驻 这就是一个活用很确定的 古蹟的空间 不是都不可以有新的设施 古蹟里面也有冷气了 也有电梯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弹性 在台湾甚至在全世界 它都已经是一个活化的趋势了 对 所以这一点还是要再跟观众朋友说明 这样子 再来就是 今天顶顶也来到 顶顶也在这里 那伊朗欧买这几年的发展 欧买三管 加乎的义 从布袋戏馆一路 串联到我们台塘 这一条路是日志时候的 政经的一条路线 政治中心在布袋戏馆这边 经济中心在我们台塘这个区域 对啊 那我们非常期待台塘公司所说的 7000万 然后一瓶13万来修复这一批 古蹟 因为既然已经编了预算了 那我觉得我们 县府非常期待台塘就 立即可以 启动一期二期的工程这样子 对 那分阶段分年开始 我们很期待下一个10年台塘公司走在云县政府前面 那我们很希望跟台塘公司成为一个伙伴关系 谢谢科长 昨天科长有说到的 我们荒菲学生 selecting 布县市有成品和星巴克进驻 它也是一个限定谷机 然后再来利用的吗 是 所以目前他们去经营 然后在管理维护上 都需要按照谷机的标准来做 还是说 有其他方式 不需要有按照相關的方式來做嗎 不是 應該是說古蹟地鑑它在活化的時候 它本來就會有給空間給彈性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就是 就是在整個過程之後 透過一個就是日常管理維護 他們現在也是照古蹟地鑑的日常管理維護 在進行 在營運 前面我們剛才褲長的說法 他拿出我們合同聽者的經驗來建議 不知道我們建立這邊是不是有法導接受 還是說我們台湯自己有什麼樣的規劃 剛才講這個科長講那個案例 當然是因為它的構造是不一樣的 回損程度也不一樣 因為就我們知道 那個建物是RC或是專照的 它原來就沒有任何的破損 那跟我們目前的水棟倉庫 水棟這個宿舍 殘破景象是不一樣的 那剛才也提到了就是說 假如 剛才提的就是說政科長也提到就是說 台坦編內7000萬來做這個整修 他們如果同意的話 可以幫我們把這個限定股基解編 我們台坦也承諾馬上去處理 比照花園旅館這個一樣 那因為目前通過的不是這樣 它是已經列入股基 而且把5000坪的土地一併列入 是這樣的因素 那在北港的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 因為我們目前已經有2000位經費下來 已經工程已經花包了 我們還是希望 這個文化處再審定戰線股基 這個部分 讓我們這個石棟能夠去審議通過 因為我們上個兩個禮拜 審議還是沒有通過 那沒有通過的話 我們工程勢必 可能就是預算會被延宕被收回 工程可能要中途 因為包商人認為三個月已經到期了 他面臨這個解約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北洋廠廠 整個廠期的這個出租是 目前是沒有成功 那我們希望逐步的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持動整修以後 能夠逐步開放 所以我們希望 就是說假如用心的話 不一定是列入歷史古蹟建築 才能夠把它維護好 去做一個利用 那我們也希望 當然可能我們的這個 跟英靈縣政府的這個溝通還不過 我們還希望再努力 那我們希望 躲遛北港福利這個廠期 能夠不要因為 文化資產這個部分的爭議 讓這個開發再延止下去 好 感謝我們經理的歡迎 聽我講 報問跟湯昌這邊的 建議與相關在後 不知道文書跟廣州 才我們店長這邊有什麼建議與相關 其實歷史建物 或是古蹟 或是文化景觀 在我們雲林縣已經有40多處 很幸運 我們在湖尾 將近有20處之多 而且第一個 文化景觀區 就是我們的新公園 的地方也列入了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因為這是一個城市的光榮 一個榮耀 我們看一下世界最多觀光客人次的地方 比如說西班牙 一全國就差不多4萬多的 歷史建物跟古蹟 所以吸引了一年到頭 很多的觀光人次 去那邊參風 甚至巴黎 我們到歐洲 甚至日本也是 日本最近同聲是 它那個自私的工廠 為了要爭取世界遺產 請全場之力 把它列入 立場後 全國慶祝 全國慶祝 這就是他們的城市的一個公園 在我們貨費也有這個條件 我們分量也有這個條件 所以我們是認為 歷史建物或者是古蹟的認證 是一種文化的品牌 這個文化的品牌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做 精緻農業的推廣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精緻農業可能它成本會高 產量會低 但是相對的我們獲得的歷任 可能也是會回應回來的 那像那個釣竿米一樣 釣竿米成本會增加5倍 它的數量會減少一半 但是它所賣出去的價格 竟然是10倍以上 一般的米一公斤23元 賣到250元以上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文化性 創造我們自己的價值 是 感謝我們甸甸的回應 剛剛甸甸有說到一個建議 我覺得很好 把館甸高一個部分 就是列為古蹟 古蹟這部分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文化品牌 來經營 這部分我們是不是 一個反向思考的概念 這部分我不知道 我們公斤你聽到有什麼樣的循環 古委的這個宿舍期 不僅是建物不能減稅 5000坪的土地通通不能減稅 那你列入了這個古蹟的範圍的土地 是沒辦法再做利用的 那這個部分是相當不合理的 那所以我剛才提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假如文資是這樣處理的話 我們認為對我們的地主的潛力 是受到相當的損害的 那我們希望比較公平合理的來處理 感謝我們經理 其實經理剛才說到這個問題 也是真實的 我們是利潤中心 我們借多少 花多少 都是有那個 我們港也需要升準 所以這部分 你說到減稅的部分 這邊我們文化處 是不是有法典來協助處理呢 我們會有一個公文 我們會繼續在文化部那邊 用公文 用各種方式去請示這樣子 但是同時我們其實也想 就是呼籲台塘公司的另外一個主管機關 是經濟部或是台塘總公司 就是說在於整個公有土地 或是台塘公司的土地的使用的 活化的彈性要更大 更多元 因為像我剛前面所提的 像活化的彈性要更多元 就是一個普遺益這樣子的一個點 當年我們修善完之後 我們代管五年完之後 我們花了將近七八百萬 那結果台塘公司呢 最後還要返回來跟我們收租金 那我覺得說 台塘公司應該也去思考一個點 就是說 鼓勵民間或是政府部門 投入的資金 是可以減免或是抵免租金的 那我覺得把利潤 然後把空間彈性放得更大 這個是每一個單位 都必須去跟自己的主管單位 我們去努力的 那譬如說台塘公司一直說 我們投入進去修股基地建的是成本 可是就是也陳如剛剛正然講的 這些文化資產都是我們的驕傲 我們的文化自信 我們的品牌 那投入這邊是不是 是不是從另外一個方式 它是另外一個績效的開始的計算方式 那這個也是呼籲就是說 台塘公司也必須面對 一些實際上的問題 然後也做更進一步的解套這樣子 那譬如說像縣府過去101年的時候 努力的要貸管 那台塘公司的一個公吻 告訴我們 他們自己要招租 然後也沒辦法讓我們貸管 那今天所以 所以今天就診所就沒有辦法 繼續往下一步走 那這樣子的一個10年的責任 到底是要歸屬在誰的身上呢 就是原先政府做這麼多前置的作業 那就是在最後一個關頭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依據去往下一個步 再去爭取經費這樣子 所以法令這個部分 也真的很希望台塘公司 內部的部分也要再進一步的努力 那再來剛剛講的 就是1坪13萬這樣子的一個建物 就是那如果是這樣子已經編列預算了 那就是期待台塘公司 就是正式的開始 因為我們在修算古蹟 又1坪8到15萬就可以修算完成 那所以13萬這個部分 並不含誇整個景觀工程 也是這麼高的經費的 對那是針對建築物 對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相信這個台塘公司 一定會有更好的下一步 然後呈現給雲林縣 雲林縣政府 那就是像火鐵橋也是當年台塘公司認為說 可以不用保留 然後後來就是在那個時候說 那它捐贈給雲林縣政府 然後從民國92年雲林縣政府接收之後 一路就是修繕 然後到現在它成為一個很大的亮點 那甚至很多連續劇的都會來這邊取經 然後我們晚上去看 也很多人都在這邊散步 所以我相信我們縣府有非常大的誠意 要跟台塘公司來共創下一個10年 那在過去的10年到現在104年 我們在台塘公司周圍的資產 真的是投下不速其速的計畫 然後成本資源 然後所以我們真的很期待台塘公司的下一步 好 謝謝我們科長的回應 其實論進攻起來 我們大家都是希望湯槍可以有經過好的發展 不過要怎麼讓湯槍有經過的發展 這就需要大家的地位和入寶 剛才我們三位來賓都提供了很多意見 不過我們一般的民族以及台塘 湯槍完工是不是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後來湯槍無情要保有完整的這段規定 包括國務會者還繼續在的行事 另外八天的槍也在調庭宮的重告發揮來 其實先天條件並沒有輸人 但是湯槍保守的經營太多 我改並不是這麼了解 例如說人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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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ither 另外已經保存十年的學位給小學 所以國父還要保護這個 不過只有蓋在哪裡 並沒有其他這個組織 看到這個老經教一天一天在後期 國父真的不接近 當然感覺很難受 因為我們運動幾乎每天要從那邊經過 經過以後你會看得很辛酸 鐵皮膚蓋在哪裡 蓋了十年 就再推卸責任 如果說縣政府一機率把它做為限定骨機 那麼縣政府應該把這個 因為我們這裏破壞了 或是舊的東西你要從修為來 過去有頭腔的地方就是老實的地方 很多人也都靠頭腔的生活 雖然時代演變 這頭三壓漸漸轉型 大家已經不用靠頭腔的過一季 不過也希望這個生活企業可以保存下來 現在不僅是多個期待 因為頭腔內不完工也有生活 希望這間企業有向前衝的生活力 再高價值一點的農產加工品 或是生物科技這一類的事業再發展 以我個人的看法 還讓公司在未來是會還是會進步 我們是希望說我們公司是越來越進步 然後這個越機越好 對我們那個堂產我們的員工的保障 那是屬於比較老的企業 那補充這些新進人員的話 那可以讓這家公司更有活力 更有衝進 那讓台塘公司發展越來越好 好 看完頭腔的壓平之後 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民眾 也許我們台東的原工 都對湯匆未來發展有很大的期待 你在聽我民眾的期待之後 因為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很悠閒 最後我們要請我們三位來賓 一人大概用每一分半小時的時間 來幫我們做一個回應 我們秀仙是不是先請我們臨店長 今天很高興 我們堂場很多民眾有所期待 所以我們是 請請我們的湯匆 調向觀光工廠的角度 還有小火車 就是護衛小捷運 以及民宿體驗區 三項的轉型 提升 來帶動我們這個地方 未來更好的環境 第二位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管府這邊 請口長來幫我們做回應 是 謝謝主持人 非常謝謝今天來上這個節目 那就是台糖是我們一個百年的三頁 要擁有很多豐富的資產 那所以我們很期待台糖公司 它下一個十年 是跟縣府一起努力的 那就是說 今天有講到 已經有變的經費 我希望說 我們那個就診所 管府已經做好了三個前置作業 那如果在修復工程 沒辦法讓縣府帶管的話 那也期待台糖就盡速啟動 就診所的修復工程 因為它的歷史建築的身份 是非常確定的 然後也確定了十年 那台糖公司現在已經邊有預算 就可以已經啟動這個部分了 所以期待經理這個部分 趕快給大家 給雲林縣政府 給縣民一個好的消息 那再來就是 雲林縣政府跟台糖公司 一直希望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我們是共同承擔責任的 那共同去面對雲林縣 唐業發展的下一個十年 甚至下一個百年 對這個是雲林縣非常期待的 因為虎尾糖廠是唯二的活糖廠 所以雲林縣非常珍惜 這樣的一個活糖廠在雲林 甚至希望這個活糖廠 可以永遠永遠留在雲林 是 謝謝我們科長 那最後我們請我們 紅金利來給我們做一個會員 那台糖公司是國影世衛 當然就是說 台糖公司賺了錢 是繳回國庫的 那一般的社會觀念是認為 台糖假設是虧了錢 就是敗家子 那所以說我們在文化資產這方面 假如是真的被列入了 這個歷史監督估計的部分 當然就是說 我們要散盡社會的責任 我們配合政府政策 一定不計虧損去把它維護管理 那假如是殘破的宿舍 我們也希望文化單位能夠了解這個事實 那這個部分也能夠同意合理的公平去對待 能夠讓我們去拆除 讓土地能夠盡速去活化利用 那剛才科長也講了 那一瓶十三萬我們也編列預算 那假如一瓶十三萬 虎偉宿舍區列入股計以後 可以做這部分的這個工作的話 我們也願意把十三萬的預算 七千萬全部撥給縣政府去做處理 那我們也希望 或許我們臺坦公司對銀縣政府 這個文化單位的溝通 還在加強 我們會再出現努力 那對於臺坦公司在斗六、五尾 北港這個長期的這個土地的活化利用 我們會盡力去做處理 那公司特別這個部分也已經把 一部分的這個這個房屋的這個租金 能夠已經有降低了 那我們希望能夠逐步來開發 我想地方上 這個這個對我們很大的期待 那假如這個文化這個部分 能夠做一點跟我們這個鬆綁的話 我相信這樣才能夠達成這個三零的極面 謝謝各位 好 感謝我們經理寶貴的意見 我們大家有什麼 對騰槍這麼關心嗎 就是英語一詹金 是我們臺灣人共同的記憶吧 今天在這部當中 我們有討論到很多看法和建議 剛才我們三方面也都自如表達自己的意見 希望可以提供我們相框來做一個參考 讓這些後尚的問題得到解決 今天這部非常感謝我們電視機 頭前各位來賓的參議 也再次感謝我們三位來賓的參議討論 後來這個分禮 我們後禮拜再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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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